今天星期天天气如何带您一起来看 今天清晨各地偏凉 白天台中以北 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道晴的天气 路约后随着封面接近 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降雨会明显增加 尤其花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 而在温度方面 北部东半部白天高温上升到大约27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大约30到32度 感受是温暖偏热 而明天周一起会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气温逐渐下降 最冷时间点将落在周二到周四清晨 北部还有宜兰低温加下炭13度 中部以北 东半部地区还有南部山区都有下雨的机会 提醒民众要做好保暖工作 一起来关心最近的天气状况 今天白天随着封面逐渐接近水气渐增 台中以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川半岛余量较多 偶尔会有零星飘雨 彰化以南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清晨北台湾低温普遍在16到18度 其他地区是19到21度 白天高温会比昨天周六更高一些 北部东半部上升到大约27度左右 中南部大约30到32度 不过今天入夜后封面通过 所以外出时请记得要攜带雨具 今天星期五楼听这状况怎么样呢 法师先交给淑丽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 受到这华南云系的影响 因此这阳光好像在跟大家捉迷藏一样 若隐若现的 那么现在我们从真实色的卫星云图 您就可以发现 目前在整个中部以北跟东半部 还是云多多 但是从云加以南那部分 现在阳光是露脸的 只不过现在云加以南都是空气品质很差 反而都是这种黄蒙蒙的现象 那么今天来看的话 天气跟昨天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不一样的是昨天吹东风 今天已经是吹东南东风 甚至会转吹东南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清晨夜里要注意 尤其西半部地区就比较容易会有雾的现象 还有就是今天在西北边的海面上会有一个小低压 那么因此就北部地区来看的话 降雨的情况 降雨的几率会比昨天再稍微高一点点 我们就从雨区预报 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就今天的雨区预报 您可以发现 除了原本就是山区比较容易 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零星短暂雨之外 那么北部地区尤其是基隆北海岸 跟这个大台北地区 今天白天其实也有下一些短暂雨的机会 只不过这个降雨来看 其实也都是比较局部性的 因为看起来降雨的雨量也不多 那么晚上的时候 甚至会从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 扩张到的桃竹苗一带 那么另外温度上 因为今天也是吹的 比较属于偏东南风 那么因此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今天的温度 接下来几天也会一天比一天 再来的温暖暖热一些 以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区间是在21到25度 中部地区23到25 南部地区 今天的高温是在24到27度 东半部则是在22到24度之间 明后两天来说的话 因为吹的都是偏南风 所以也会把这些华南的中层的水气 往上顶 所以明后两天周休假期 反而太阳公公就露脸了 好了 问如何最后 如果待会大家要出门的时候 麻烦请看过来 今天看起来水气有比昨天多一点点 尤其北部地区的管就别有建议 今天最好出门还是要带伞的 那么日夜温差都将近10度 甚至10度以上 所以这穿衣服 衣服的增减就要特别留意了 另外最重要的是今天空气品质真的很不好 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东部地区都是在橘黄色的灯号 所以大家今天出门要记得把口罩戴好 时间再交还给家如 今天星期五楼又准备要迎接周末了 天气状况怎么样呢 把时间交给姝丽 好的 姝丽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昨天这天气大家有没有觉得 是不是就像姝丽说的 不好不坏 对不对 而且太阳公公好像就在跟你捉迷藏一样 就躲在云缝当中 感觉要露脸 但是就偏偏又不露脸给你看 这种天气其实也还蛮春捆的 大家有没有觉得啊 好了 看看外头的天空 这里是石门水库 同样也是云多多 但是今天跟昨天比较起来 天气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哟 我们就赶紧来看看吧 今天几月几号 今天过了白色情人节了 3月15号礼拜五 一开始我们就先从啊 这个色调强化的卫星云图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今天呢 就环境场来说 一样的是呢 同样华南的这些水汽 华南中层的云系 同样还是移过来 那么不一样的是呢 这风向啊 有一点不同 昨天呢 是这个偏东风 今天呢 已经转成东南东风 甚至呢 就要偏东南风了 所以呢 就今天呢 在这个天气上来说 第一个 因为有一些暖是水气了 所以呢 清晨开始啊 台中到台南这边 其实已经有一些轻雾的现象 南建度差不多是在 800到2000公尺左右 所以呢 第一个提醒用路人 就要多注意了 那么第二个不一样就是 因为风都属于比较弱 那么台湾啊 这几天空气品质啊 坦白讲都不好 今天又更差了哟 我们呢 就赶紧啊 从空气品质的指标 跟空气品质预报 要先来提醒大家 因为呢 你可以发现啊 本来啊 东半部可以说是 空气品质最好的 但这个礼拜到目前为止 整个东半部地区 完全处在黄色的灯号 那你就可以发现 这些境外的污染物 并没有被扩散出去 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 西半部地区 你可以看到一大清早啊 就已经呢 有三十个侧站 由北到南都亮起了橘灯 这其中啊 甚至呢 已经有五个侧站 亮起了红灯 包括像是嘉义 还有高雄 以及甚至台南 又多了一个红灯 那么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看起来今天的空气品质啊 是比昨天又来得更糟 所以问如何呢 大家外出的时候记得哦 最好口罩要戴着 尤其在南部地区啊 嘉义以南的部分 都已经啊 出现了五个红灯了 那么如果说是要到户外去运动 最好也是避免的 因为环境部的空品预报 你可以看到啊 西半部地区 甚至马祖跟金门啊 今天都是橘色灯号 就连东半部呢 都是处在黄色的状态 所以呢可见啊 这空气品质啊 真的是很不良哦 那么呢下雨的部分 马祖跟金门啊 清晨就开始下雨了 我们就来看看雷达回波图 事实上呢 马祖跟金门的下雨 也的确都跟华南的 这些水汽有关 那么因此 清晨到现在来说的话 马祖北干这边 累积雨量已经有十毫米左右 本岛来看还是很零星 现在呢就是啊 在宜兰的头城有一毫米 湿雨量来说 当然现在都是以马祖这边 雨是稍微比较明显 不过呢都差不多 也是呢一毫米 这样的一个湿雨量 所以呢就今天来说的话 我们要特别提醒 虽然现在好像马祖这边 下得比较明显 都是华南这边过来 但是啊 因为今天这风向绕流的关系 这预计啊 在西北边这边 会有个小低压出现 那么因此今天跟昨天又不一样的 就是呢 北部的降雨咯 我们从雨区预报呢 其实您就快看得比较清楚了 北部地区有没有发现 在基隆北海岸啦 大台北地区 在今天白天 看起来降雨几率是会比昨天 来得再稍微明显一点 但是雨量坦白讲也不多 那么另外呢 跟昨天一样的就是 在山区的部分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雨 到了晚上你可以发现啊 整个北部的降雨范围 又扩大到了 苗栗以北的地方 那么另外从地面天气图呢 我们也提醒大家了 因为呢 今天吹东南风 那么明天开始 这个周休假期 吹的可是偏南风 第一个就是温度 又会比今天呢 再回暖一些些 暖热一些些 第二个就是呢 这南风一上来啊 就把这些忠诚的云溪 都得顶上去了 所以原本跟大家捉迷藏的 太阳勾勾啊 反而在礼拜六礼拜天 出来露脸了哦 所以呢 我们赶紧啊 从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预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看起来北部还是云多多 而且呢 局部会下一点雨 礼拜六礼拜天 有没有 虽然还是有那么一些水气 可是阳光露脸了 甚至在礼拜天 阳光就更灿烂了 温度上来看的话呢 礼拜六礼拜天 温度就比今天 再稍微暖一点 二十六度的高温 甚至风浅暖区啊 但是到礼拜一请注意了 目前看起来 礼拜一礼拜二就会变天 因为封面就暴到了 那么中部地区呢 中部地区看起来也是哦 礼拜六礼拜天 阳光一天比一天灿烂 今天还是云多 那么下礼拜一跟礼拜二 中部地区同样 还是会受到封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呢 温度上啊 你可以看到 礼拜六礼拜天 在中部 哦 烧热 二十八 二十九度 但是礼拜天 这东北季风一下来 又会下降个三四度左右 整个日夜温差 你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将近啊 十度上下 甚至超过十度的 那么南部地区 当然也是这样的趋势了 今天云多 明后两天 哇 太阳就灿烂了 也因为太阳灿烂 又要将近呢 三十度左右的高温 那也是呢 早晚几乎都有十度 这样的一个温差 那么东半部地区 因为是迎风面 所以呢 要注意了 这几天啊 或多或少 都是会有一些局部 零星短暂雨的 那么目前看起来 雨多 还是以下个礼拜一二 风面的影响为主咯 好啦 那么今天的美好世界 可要好好地来告诉大家 今天呢 我们介绍的 同样都是 淡淡三月天 杜鹃花儿开了 但是今天呢 介绍的这个杜鹃品种 麻烦大家一定要 好好睁大眼睛看一下 因为它是属于呢 野地灭绝的等级珍贵啊 什么叫做野地灭绝 就是呢 原本它生长在野地 你现在完全都看不到了 这是什么杜鹃这么特别 这个叫做乌来杜鹃 你现在可以看到的乌来杜鹃 全部都是人工富裕的 那么这就要说起来 这个是台湾特有种 而且它跟一般呢 我们看到的 这个贫护杜鹃不一样 因为它的花形又更小了 那么这杜鹃乍看不稀奇 但是呢 淑丽要跟大家讲 淑丽呢 去查了一下才发现 原来它是所有 台湾特有种的杜鹃里面呢 生长的腹地是最小 数量也是最少的 就在北世西的上游 那么为什么说 它已经是叫做野地灭绝呢 因为当初要盖 飞翠水库的时候 把它全部给淹了 所以呢 从此再也看不到 后来因为经过很辛苦 的这个人工富裕 终于再次看到 这珍贵国宝级的杜鹃 所以是不是很特别 今天非常谢谢来自于 新北市的吴明华 也让鼠里不仅了解了这个 乌来杜鹃 也是全台湾唯一的一种 延伸性 长在岩石上的杜鹃 哇 大家又长知识了吧 时间再交换给家儒了